杭州亚运会羽毛球混双决赛 中国组合正思维 黄亚球2-0横扫日本组合渡边永大 东野有沙 完成未免创造历史 这场比赛 亚斯组合从头到尾都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 国力全开 从头到尾保持住压制态势 最终击败对手成功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 在亚运会历史上 从1966年设立羽毛球混双项目开始 从未有任何混双冠军完成过未免 正思维与黄亚球是第一个 这队组合虽然还不是奥运冠军 但任何比赛都已经是冠军拿到手软 无愧是历史级别的混双搭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